欢迎大家收看科技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快速发展 电池工厂的健康风险引起了警示 Meta正在淡化政治内容 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AI承诺带来竞争优势 Expedia首席执行官 巨大而昂贵 华丽欺人面临通货膨胀风险 谷歌正在免费提供一些 驱动聊天机器人的人工智能技术 请大家收看 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快速发展 电池工厂的健康风险引起了警示 南华早报 中国蓬勃发展的电动汽车 EV电池行业正面临对其潜在健康危害的审查 卫生部门的调查发现 EV电池生产可能涉及高噪音和粉尘水平 以及化学毒素和激光辐射的释放 职业病风险一直被归类为电池制造业的严重问题 去年12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 锂电池制造厂存在几种化学危害 包括因煤烟和石墨粉尘而窒息 以及暴露在高臭氧水平下 其他全球的EV电池制造商 包括LG能源解决方案和SKON 也面临未能达到工人健康标准的投诉 Meta正在淡化政治内容 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华盛顿邮报 Meta、Instagram和Facebook的母公司 宣布将停止向Instagram和Threads上的 大多数用户推荐政治内容 这项政策首次在2021年在Facebook上实施 但不会阻止用户查看他们关注的人 发布的政治内容 什么算作政治内容很难定义 Meta表示 这意味着与法律、选举或社会话题有关的内容 这一举措受到了一些人的欢迎 他们认为社交媒体公司 不应成为政治言论的仲裁者 然而 批评者担心这一政策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 比如极端内容的增加或公民参与的下降 Meta尚未透露政治内容的门槛是什么 或者如何确定哪些账户不符合推荐的条件 这一政策可能会影响Face 作为新闻和辩论论坛的受欢迎程度 AI承诺带来竞争优势 Expedia首席执行官 日今亚洲 在线旅行社Expedia计划继续利用人工智能 AI技术在旅游业中保持领先地位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彼得 科恩表示 科恩表示 该公司花费多年时间整合技术能力 并将人工智能嵌入其产品中 使其能够提供个性化的旅行建议 并更快地推出新功能 尽管承认人工智能的潜在弊端 科恩呼吁进行适当的监管 他还对旅游业的复苏表示乐观 预测亚洲地区将实现增长 并强调日本即将举办的试博会 对推动需求的潜力 巨大而昂贵 华丽7人面临通货膨胀风险 彭博社 美国股市目前高度集中 前五家公司的市值占标普500指数市值的近25% 当加上接下来的两家最大公司时 这七家公司的市值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全球股市 这些公司的合并利润被称为七巨头 微软 苹果 谷歌 亚马逊 Facebook 阿里巴巴和腾讯 每年约为3610亿美元 与日本所有公司的利润相当 远远超过英国所有上市公司的利润总和 这些公司的权力集中在一起 在历史上是不寻常的 大多数高度集中的时期 最终会回归到平均水平 然而 有观点认为这次可能会有所不同 因为技术变革的快速步伐 和科技公司对地缘政治和军事原因的重要性 一些分析师警告称 通胀和上升的收益率 可能对这七巨头构成风险 导致它们的股价下跌 谷歌正在免费提供一些 驱动聊天机器人的人工智能技术 纽约时报 谷歌发布了其在线聊天机器人的计算机代码 效仿了Meta的做法 这一举动被视为 AI技术共享的批评者 正在失去行业同行的支持 谷歌表示 共享技术的好处超过了潜在风险 该公司发布了两个AI语言模型 分别称为GEMI 2B和GEMI 7B 据称与行业领先系统不相上下 然而 谷歌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免费发布 其旗舰AI模型GEMI 因为它更有效 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汇丰银行仍然拥有大量现金 至少目前是这样 彭博社 汇丰银行报告称 2023年的税前利润创下了300亿美元的记录 尽管由于第四季度的近60亿美元的费用 其股价仍然下跌 该银行表示 今年将有更多现金用于向投资者支付 但未来将需要更加努力地创造现金回报 预计关键市场的利率下调将限制收入增长 而近年来 重塑了该银行的不受欢迎业务的大规模销售即将结束 该银行将依赖直接利润来资助未来的支付 沃尔玛的Fone PE推出印度移动应用商店 与谷歌竞争 彭博社 Fone PE是沃尔玛旗下的一家金融科技公司 在印度推出了一个名为Indus App Store的基于安卓系统的移动应用商店 该商店将提供超过20万款移动应用和游戏 支持12种印度语言 与谷歌的Play Store竞争 Fone PE旨在利用印度不断增长的移动使用率 并计划与智能手机制造商合作 扩大其覆盖范围 开发者可以在该商店上免费列出他们的应用 直到2025年4月 而且可以使用任何第三方支付网关 Fone PE还经营着一家与PIM和谷歌的GP竞争的支付业务 广告的未来是什么 问空 彭博社 OpenAI的新视频服务Sora 可以根据文本提示创建一分钟的视频 有可能颠覆各个行业 虽然它不太可能让好莱坞倒闭 但Sora可以鼓励观众制作自己的短视频 而不是看电视 预计它还将导致教育短视频 企业内部培训视频和广告的激增 在训练Sora中使用合成数据 还可以加速AI的进步 并削弱Meta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的数据互成河 印度科技领导者 争夺3000亿美元人工智能市场份额 彭博社 根据行业专家的说法 印度有潜力成为人工智能 AI行业的重要参与者 该国拥有庞大的IT和工程人才储备 以及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 根据Gartner的数据 到2027年 全球AI软件市场可能价值2970亿美元 然而 印度将不得不应对人工智能发展 带来的颠覆性影响 比如呼叫中心和编程岗位的失业问题 以及由于缺乏大型语言生成 AI模型的培训基础设施 而需要构建较小平台的需求 Sora AI狂潮促使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宣传优先访问 南华早报 中国金融科技公司信达数据宣布 计划通过微软的Azure系统 使用OpenAI的Sora文本到视频工具 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表示 一旦该工具在微软的云计算平台上可用 它将是首批申请Sora API订阅的公司之一 信达数据已加入微软的AI云合作伙伴计划 并表示将被认定为该科技巨头的数据 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合作伙伴之一 两年来 主要公司的私募股权回报下降了49% 彭博社 私募股权投资者的关注重点 正在从内部收益率转向分配给投入资本DPI DPI被认为更重要 因为它衡量了现金生成与投资金额之间的比例 这种关注重点的转变 是由于较高的借款成本和交易的缺乏 这些因素影响了收购公司退出投资 并将资金返还给投资者的能力 私募股权行业希望美联储今年会降低利率 这将鼓励买家使用债务来资助购买 并最终将资金返还给投资者 政府研究了人工智能对爱尔兰劳动力的变革性影响 英国独立报 爱尔兰政府正在进行一项关于人工智能 AI对该国劳动力的影响的研究 财政部和企业部正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合作 研究AI的潜在影响 IMF表示全球40%的工作岗位可能会受到影响 政府预计将在夏季发布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范围论文 该研究旨在确保工人在由于AI而失去和获得工作时的平稳过渡 并评估这项技术是补充还是替代劳动力 市场活跃股票 周三的交易情况及原因 加拿大环球邮报 第一量子矿业报告了超出预期的季度亏损 并与中国江西同业达成了5亿美元的提货协议 其股价因此上涨 该矿业公司将在为期三年的预付款安排下 向江西同业提供同阳级材料 吉尔丹运动服饰公司也因其股息上涨10% 并超过分析师对其最新季度的预测而股价上涨 该公司报告称 截至12月31日的季度销售额为7.83亿美元 每股盈利为89美分 另一方面 吉布森能源的股价下跌 原因是该公司宣布了超出预期的第四季度业绩 股息上涨5%以及首席执行官继任计划 沃尔格林联盟药店也因失去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的位置 而股价下跌 被亚马逊取代 沃尔格林之前将其股息减半已节省现金 网络安全公司Taro Alto Networks 预测第三季度的账单金额低于华尔街的预期 在内签署了一封公开信 呼吁加强对深度伪造技术的监管 深度伪造技术是由AI算法创建的逼真但虚构的图像 音频和视频 这封信建议将深度伪造儿童色情内容定为犯罪行为 对故意制作或传播有害深度伪造内容的个人进行处罚 并要求AI公司防止其产品制造有害深度伪造内容 来自各行各业的400多名个人签署了这封信 其中包括来自谷歌DeepMind和OpenAI的研究人员 确保AI系统不对社会造成伤害一直是监管机构的重点 已经发出了多次关于AI风险的警告 随着MeToo运动的兴起 日本最大链油公司的另一名高管因性骚扰被解雇 美联社 根据该公司的消息 日本最大链油公司Enios Holdings旗下的子公司 日本可再生能源公司的负责人因性骚扰问题被解雇 这是Enios在两年内第三次因性骚扰问题解雇高管 日本在国际性别平等调查中排名较低 受害者经常因为发声而面临批评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 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些健康风险 需要引起警惕 电池工厂可能存在噪音 粉尘和化学毒素等问题 这对工人的健康构成了威胁 这也提醒我们 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 不能忽视对工人的保护 另一方面 Meta公司宣布将停止向Instagram和Threads上的用户 推荐政治内容 这一举措引起了一些争议 一方面 有人认为社交媒体公司不应成为政治言论的仲裁者 另一方面 也有人担心这可能导致极端内容的增加或公民参与的下降 无论如何 这一政策都将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外 人工智能在旅游业中的应用也引起了关注 在线旅行社Xpedia计划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个性化的旅行建议 并加快推出新功能 当然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需要适当的监管 以避免潜在的问题 在股市方面 我们看到一些公司的股价上涨或下跌 这些变动往往与公司的业绩 决策或行业趋势有关 例如 沃尔玛的风PE推出了一个移动应用商店 与谷歌竞争 这可能对公司的股价产生积极影响 而私募股权投资者的回报率下降 谷歌免费提供人工智能技术等因素 可能对股价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 我想提醒大家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机会 但也需要我们保持警惕 例如 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可能对社会造成伤害 因此需要加强监管 同时 我们也应该关注性骚扰等社会问题 并努力创造一个平等和尊重的工作环境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